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掌握了其中规律 任何人都能够从中亏得一二 相学又分为首相 面相等小的分支 其中首相就是我们最常接触到的一门学问 通过首相 我们常常能够判断出一个人现在的处境如何 以及眼光的高低 从而判断这个人现在的心态如何 以及它们究竟能不能成器的 今天大佬在这里就给大家对比介绍一下 四种苦命掌纹 以及四种富贵掌纹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看看自己手上有没有这些纹路 一 四种命不好的手纹 一 穿字纹 穿字纹这种手纹在生活当中是不太常见的 所谓的穿字纹就是生命线 感情线和事业线各不相交 看起来就像一个穿字 拥有这种手相的人 大多生活状态是非常贫困艰苦的 从小坎坷不断 会遭遇很多磨难 无法得到家人的支持与帮助 凡事都需要亲力亲为 靠自己的努力去打拼 拥有穿字纹的人 自身性格不是很好 自卑懦弱 不敢在别人面前表现自己 因此也会失去很多机会 再加上没有强大的背景做支撑 所以在打拼的过程中是非常辛苦的 有时候即便付出了很多努力 但是到最后仍然一事无成 拥有穿字纹的人做事没有耐心 遇到困难是很容易产生动摇的心理 而这种性格也是他们无法成功的主要原因 二 断掌 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断掌 拥有断掌的人性格是比较极端的 情绪起伏不定 脾气暴躁 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和情感 在生活当中很容易爆发脾气 因此也时常会得罪人 断掌的人性格高傲 从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总是会过高地看待自己而贬低别人 这种类型的人 人际关系极差 生活中朋友不多 在打拼的过程中 难以得到他人的帮助与扶持 也给自身的发展造成了很多阻碍 断掌之人在感情当中也很极端 缺乏包容心 为人心眼小 喜欢斤斤计较 常常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产生争吵 所以与另一半的关系是非常不稳定的 婚后出现离婚的概率极高 另外 断掌之人财运较差 在求财的道路上十分不顺 总是会遇到一些破财的情况 经济压力很大 常常会被物质所困 也会拖累自己的家人 三 生命线中断 生命线是首线中的一条主线 从这条线能够看出一生的运势和发展情况 一般情况下 生命线是连续的一条直线 但是如果生命线出现中断的现象 或者是纹路不够清晰 出现了分叉等等 这种纹路说明命运是非常坎坷的 在发展的生活过程当中 会经历很多磨难 自身运势低迷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非常不顺心 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和磨难 生命线出现断裂的人 可能会患上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 或者是遭遇意外情况 生命容易受损 难以健康长寿 另外 生命线断裂的人 情绪不太稳定 做事没有耐心 考虑事情太过于片面 很容易冲动行事 而这种性格对于自身的发展 是非常不利的 无论是感情还是工作 都很难取得理想的发展 生命线中断的人 命运非常坎坷 一生当中多灾多难 会遇到很多让人烦心的事情 尤其到了中晚年时期 晚景非常凄凉 如果首相中有漏财文的话 说明财富运势是非常差的 这种类型的人 本身赚钱能力并不差 但是在生活当中 总是会有很多不必要的开销 也会因为听信他人 或者是缺乏主见 而导致财富流失 在金钱方面 会有很大的亏损 有漏财文的人 手财能力是比较弱的 花钱大手大脚 不懂得节制 没有理财观念 所以即使家业再大 到了他们手中 也会逐渐衰败 二四种大富大贵 一生发达的好手相 一 逊躯隆起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 手相怎么看 一般而言 看手相要分男性女性 男性多看左手 而女性多看右手 而后我们要把整个手掌 分为乾 坤 震 坎 梗 迅 离 对 和明堂九个区域 其中迅躯指的是 在食指正对应下部分 在生命线和智慧线交错的上方 共同所构成的区域 这个区域如果饱满有肉 就叫做迅躯隆起 是视野风头之位 越是饱满 代表这个人 越是沉稳 能够出成就 所以迅躯隆起的人 一般视野运和财运都很好 懂得收敛锋芒 韬光养晦 然后一举成功 中年过后就是大富大贵的人生 二 有袁宝文 其次首相中有袁宝文的人 也是能够大富大贵的 在首相中 袁宝文本身代表的事物很直白 就是此人能够发财 加之有袁宝文的人 一般都是从小 就生在生活环境比较好的家庭 衣食无忧 从来不会为了钱烦恼 在这样的背景下 他们也多会受到良好的教育 不会因为迎头小利 丢掉自己的原则和信仰 眼光也十分高 长大之后一路畅行 不但赚钱的机会很多 身边的朋友也都是同样富贵的人 所以注定了富贵命 三 有凤眼文 除了钱文所述的两种首相以外 还有一种比较少见的首相 那就是凤眼文 有凤眼文的人通常也能够大富大贵 但是理由却有些特殊 首相中大拇指的指纹上 如果有一个闭合的圈形纹路 和其他指纹不相接 那就是凤眼文 有凤眼文的人通常都是很温柔 但是又比较会算计的人 没有很大的野心 但是适事求一个恰到好处 一般都能够娶一个 或者嫁一个好对象 且爱人会比较有钱又很专一 所以有凤眼文的人 通常会在后半辈子被伴侣宠爱 二人过上幸福而富贵的生活 四 贵人文 这类人的首相具体表现为 水星丘和太阳丘之间 存在线文交叉 一旦到了35岁后 贵人缘将变得极为旺盛 可以通过高人的协助和指点 获取丰厚的财富 有可能是多年未见的老友 找自己合伙做生意 从而不断做大规模收获钱财 也有可能是得到业内高人的指点 开始从事投资市场 每次都能超越他人 赚到巨额财富 一定要懂得知恩图报 对于贵人要心怀感激之情 不可望恩负义 首相只是相学的一部分 相学只是算命的一部分 算命只是人生学问的一部分 所以即使是遇到了什么不如意 也不要随随便便气馁 不能因为一粒芝麻掉落 而忘记了手中紧握的习惯 很多时候 我们总是因为小小的不如意 忽视了大大的幸福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保 salon 糖 棒 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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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